这是男主转生后最干大的一幕 只因胸前的雷坠实在太大 就被粉毛取名为大兄妹 自从男主来到骑士学院后 每天不是在装逼就是在装逼的路上 普通的跑步训练根本满足不了他 男主不仅给自己施加了重力魔法 还直接扛起飞行器和教官 为了更好的保护力波 西奥多特地制作了一批模型女具 让持有者可以随时张开结界 从而将伤害降至最低 学院为此集结了各个年级的精英 轮流对力波进行保护 大家纷纷上前选取趁手的武器 男主健壮也准备挑一把备用 然而却被身后的蓝毛给打断 他认为无魔印的男主根本不配拥有魔具 留在这更是爱手爱脚 那嚣张的嘴脸像集了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蓝毛名叫艾莲 是学生中唯一的特级魔印拥有者 听到这话的男主也不生气 抱着能动手那就不逼逼的原则 他建议艾莲直接和他打一架 就在两人争执时 不远处的粉毛不乐业 因为粉毛也是一名无魔印者 可实力却是二年级最强 更是曾在一场模拟战中击败过艾莲 听到谈及往事的艾莲顿时恼羞成怒 双方开始变得剑拔弩张 院长不得不站出来作合适了 男主却看热闹不嫌势大 两人强大的实力让他蠢蠢欲动 他提议两人联手对抗自己一人 可就在这时 力波的情况又开始变得不稳定 下一秒再次晕倒在地 不出意外魔石兽也会很快出现 院长于是赶忙张开防御结界 根据安排今天是三年级的学生负责守卫 艾莲让其他人都不准出手 可话音刚落 就见三只魔石兽被男主送去穿越 男主表示自己没有出手 出的是脚 这话说的也没毛病 紧接着又是几发连续的高抬腿 身下的美好山河顿时就收获了一群迷地 其他妹子们也学会了举翼反三 酸酸拿出自己的魔影舞剧进行战斗 妹子们见状开始哭当里拉二胡扯淡 表示他们也不算出手 是那些魔石兽自己唇亡武器上撞 听到这话的艾莲当场就气炸了 还好院长再次出现打圆场 今天就当提前适应个情况 各年级可以随意出手 粉毛本来还想继续摆烂 听到这话只能不情不愿加入战斗 下一秒直接出现在男主的目标前 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 直接让魔石兽狠狠来了个狗吃屎 虽然男主给自己施加了重力复合 可这还是他第一次在速度上输给别人 男主顿时就对粉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众人的猛烈攻势下 魔石兽的入侵很快落下帷幕 哪怕已经及时张开了防御结界 剑主还是在战斗余威下千疮百孔 罪魁祸首就是粉毛和男主 通过介绍粉毛名叫优雅 虽然实力和颜值都非常顶 可他却一直有个毛病 那就是记不住别人的名字 那么,尼尾先輩就好 请不吝点赞 那……